你好,又回來了 Thomas 真的挺脆的 剛才聽到有個高妹 180厘米 紫星就說 學阿里亞男 就可以選王祖男 沒問題 現在這個時代有什麼所謂 女高個男 好了,今天就到我講一下 有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就是講 今早我相信 法庭和記者都會非常忙 為什麼呢? 因為47個民主派人士因為參與 35家的初選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今早就會在西九 裁判法院提堂 因為人數太多 法庭就有些特別安排 什麼特別安排呢? 原來會安排三個法庭 延伸部分 來轉播有關案件的法庭程序 47位 被起訴 只是提供到 66個記者席 以及95個公眾席 只有100多人可以去採訪 60多人可以去採訪 90多人可以去公眾席聽 所以是相當的難得 但是經常性 這些法庭的行動 就是這個法庭審一些 反對派的時候 外面會有很多人 會不會甘疾會有發現 會有些不同的人群出現呢? 那拉起還押示威 或者 抗議 以往是有的 不過現在有限聚令 我相信都會收斂得 會有很多 未必會讓他們聚集 那我就首先講講 47個 避起訴 原來最初是拘捕了55個 今早 昨天去到報道的 就有52人 有 有些沒有辦法去報道 為什麼呢? 就包括了 港島區的選區 流亡海外 現在去了英國的 許智峰 另外 參選九龍西的 也是流亡海外的 張崑陽 這些 就不能去報道了 另外 坐牢的 就有參選九龍東的 黃之鋒 另外 還押著的 就有譚德智 也是參選九龍東的 還有胡志偉 也是還押著的 變了 就 報道的人和逮捕的人 是差了幾個的 大家最敏感的數字就是 拘捕了55人 為什麼只有47人被告的呢? 有8人去了哪裡呢? 那你猜一下去了哪裡? 為什麼不告你呢? 剛才不是有些不在香港嗎? 是不是有些失去聯絡嗎? 不是啊 剛才我說的那些是流亡了 海外的 還有有些已經坐著了 那些是報道不了 但是不代表不告他們 是嗎? 是嗎? 不是不告 照告 不過今天出不了 出到呢 今天就有47個 有8個 在香港 但是 沒有告到他們 我先說一下名單 鞭白國 沒有告到他們 沒有起訴 就是民主動力的師傅 關尚義 前立法會的議員 陶謹生 和鄺俊宇 衛生服務界初選的 劉海文 袁偉杰 和李國倫 新界東的李芝蓉 和九龍西的 安德里 這個外籍人士 那大家 Thomas 你看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在這裏? 剛才我說的8個人 那8個人 都是泛民 或者是反對派 也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什麼 法律程序 或者要求他們 不會被檢控 這真是減輕了 你這麼多個人當中 你有哪個特別的印象呢? 陶謹生 關上應該是外籍人士 是嗎? 是的 最大的印象 或者是網民 我講講網民的反應 最大的反應是 是誰呢? 就是鄺俊宇 因為鄺俊宇 被形容為 就是 聰明仔 可以很快轉 太轉得很快 還有 他最重要的是 他在 九龍站附近 買了一個 豪宅單位 新盤 應該是兩房都不便宜的 那就 都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那個時候都說的是 現在說的是兩三年前 都要賣到 800萬 如果沒有記錯 不知道800萬還是1000萬 大家就在想 一個年輕人 剛剛做了立法會議員沒多久 為什麼有錢可以買到 豪宅呢? 是投資比特幣呢? 可能他有買也不行 不過 沒有這個 告訴大家 沒有訊息 但是就說 這個議員 對於這份工作也挺重要的 這個議員的 收入也不可以沒有 因為要供樓 那麼 另外 一些 比較 印象深的 例如 衛生服務界 李國倫 經常都 接受訪問 涂謹申也是 但是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 八個人 沒事 不被起訴 是不是證據不足呢? 照計 參加了35家初選的名單 沒有存在證據不足 這件事 是很公開的 這些事情 你參選了就參選了 如果你根據 參選了 而告你 顛覆國家政權罪 因為整個過程 是有牽涉到這個罪 照計都會告的 所以網民唯一 就是可以推算到 因為其實 之前一直都傳了 就說 是有 讀書這件事 或者是轉做污點證人 好像平時我們聽到的 案件 那樣 所以 我們懷疑 有理由懷疑 100位未被起訴的人士 應該 透露了一些內幕的消息 所以 換來 不被起訴 所以 資深的涂謹申 如果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而未被起訴 可能有些網民說 你對不得住 其他資深的泛民議員 或者對不得住 坐牢的黃之鋒 其實都是猜的 大家都被知 猜的 不知道 最重要的 我都說一下 除了這8個未被起訴之外 其實今天 都有一 一批 一直都是 比較著重的 或者比較注目的 泛民人士 將會被起訴 例如 港島區的 袁家衛 和楊雪瑩 兩個女生 近日 其實都經常見譜 袁家衛 九龍西 有我們 都很資深的 黃碧雲 我想他都沒有想過 參加初選 結果會 要搞到 顛覆國家罪 還有岑子傑 毛孟靜 大家 很多網民都說 毛孟靜都出事了 終於 九龍東 還有 胡志偉 譚敏豪 大家想想 譚敏豪也有事了 經營茶餐廳也沒辦法有影響 新界西 尹兆堅 比較出位 另外 郭家麒 朱凱迪 新界東有林卓廷 范國威 還有 陳志全 快必萬必都有事 另外新界東 還有一位 又是很受注目的 就是 坐牢 或者留案底 人生就會精彩的了 就是楊岳橋 還有長毛 梁國雄 還有劉詠康 超級區議會 比較注目就是 岑浩輝 衛生服務界 這個女士很受注目的是 余慧明 主要協調及籌辦整個民主派初選的重量級人物 有五位被告 最重磅當然是 發動佔中的戴耀廷 還有民主動力 剛剛民主動力 關門的 接近的 就是趙家賢 這一群 我剛才說過的都是比較受注目的 看看今天 今天 開庭的情況如何 應該不會混亂的 因為 可以進入的人數也不是很多 好了,下一個新聞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股神 巴菲特 股神巴菲特 大家都知道 他是 很威風的 威風得如何 就是 以這個長線 價值投資 作為 他的作用名 投資的作用名 那麼 他上週六 是開了股東會 一年一度 同時 通常他會發佈股東信 今年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 大家都比較擔心 或者比較著重 就是 他有沒有接班人 例如他一些投資 有沒有新的投資 會不會投資科技股 或者會不會 他會開始派息 又或者是 對於新科技股 會不會有另一個不同的角度 或者他對未來的經濟指望是怎樣呢 股市是怎樣 大家的投資者 通常 通常就會關心這些問題 結果呢 那個 股東信 那裏 其實 股神有沒有給了這些 這樣的 提示 一些這樣的提示給大家呢 那我就說一說 其實 股東會裏 股神說了什麼 原來最大的消息 竟然是 他就說用了247億美金 就回購了 809898股 這個就是原來股神 去年 他覺得是最重要的行動 就是用了200多億去買回自己的股票 理論上買回自己的股票 減少流通量 減少流通量 理論上 股票供應 是少了一點的 那麼理論上 就是每股的 買回來通常會註銷 outstanding的股份會少了 意思是每股的 earnings per share 每股的盈利 理論上是大了一點的 如果因為 回購股份 而令到 每股的盈利增加 那麼這個 對於股東來說 其實都 都不是什麼大的興奮消息 那就是沒有了道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沒有了道的意思 都真的挺沒有了道的 好了 還有些什麼東西呢 那些數據告訴你 怎麼沒有了道的 原來去年 股神這個旗艦 淨利潤是只得 425億美金 比較起 2019年 那個利潤是814億美金 就少了 就接近了48% 其實去年的股市 當然了 1月至3月 是比較差的 但是呢 3月呢 一直都不斷升升到現在 如果賺的錢 如果賺的錢 比2019年少一半 大概 都是 很嚴重的 那麼 再看回這些數據 原來都很嚴重的 過去的一年 計一年 或者五年 或者十年 原來 股神這個旗艦的表現 都是跑輸 美股的 都很嚴重的 因為基金經理來說 通常的目標 就是跑贏大市 如果你過去十年 都跑輸的 都很差 怎麼出發呢 譬如去年 2020年 股城的旗艦 市值只是升了2.4% 那麼 標普 同時間的 升幅 是18.4 那麼欠了16個百分點 都很大件事 那我用什麼 把錢放在你的旗艦上 我買這個標普500指數 那個ETF 就可以了 我賺到盡了 我想買你股神的東西 是不是 但是 有些人就跟他辯護 哎呀股神過去的十年不行 你知不知道他 1965年至2020年 過去的55年 那個成績是怎樣的 如果是計55年 成績的確是很厲害的 厲害成怎樣的呢 原來 每年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複合年增長率呢 是達到百分之二十的 很厲害啊 如果計55年 是吧 那麼 同時間 標普 只是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只是10.2 而股神是有20 當然啦 你是計55年 是吧 55年呢 這個旗艦的市值呢 增長是多少倍呢 是28,000倍 同時間 標普500指數 增長是234倍 嗯 上載很遠 不過就問了一個 就是 現在 今時今日 他已經 差不多是 斷崖式 那樣 是 衰落了 如果跟你這樣說 就是那個 盈利的表現 斷崖式是過去十年的事 可以大膽說一句 過去十年 古神是做錯了很多事 是跟不上潮流 所以呢 過去的55年是很厲害 但是過去的十年 就相當差 當然啦 有些人會說 其實 他的旗艦的市值是很大 但是整點就是 2810億美金 2810億 他持有這麼大的 Portfolio 也是挺難管理的 那我們現在 投資者 經常都 就是 說要跟這個Kathryn Wood 契媽去買股票 契媽那個基金 SSI的資產是多少呢 就只是50億美元 跟股神2810億 是欠了 起碼都50倍 股神的錢實在太多了 多到他是比較難管理的 你沒有理由說 他又去買了比特幣 看到比特幣升 所以都是比較困難的 我真的不是很怪他 因為他錢太多 錢太多 可能已經開始人比較老了 有少少跟不上潮流 錢太多是問題 這件事 我開始 真的 太多錢 幾萬億美金 實在是很痛苦 是啊 幾萬億 好了 其實 還有股神 他就說 其實現在債券市場 譬如說 那個收益 國債的收益 是低到 一來幾 他就覺得 原來1981年 他在說39年前 當時美國國債收益率是多少 是15.8% 當年原來 買美國國債 一年是有15利息的 現在是 短期的那些 一來都沒有 那怎麼辦 他還說 德國和日本 那些國家的主權債務 那些債務 現在是說是付回報 你叫投資者怎麼買 怎麼買得下手 所以 也是幾大問題 另外 股神就說 其實 他也 不是很厲害的 他也有些投資 他做得不好的 他就說 2016年 他買過一間 收購的一間公司 叫 Precision Cast Park PCC 是精密鑄件公司 原來他就說 他當年計錯了 給多了錢 所以 最近 他就要 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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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億美金 110億美金 相對他2810億 其實110億也算是多的 都接近 是5% 所以這個投資 也是幾 大的失敗 好了 有些人就說 那 股神 我買你的基金來做什麼 你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看回 股神 現在 他 其實 拿著什麼股票 原來 拿了5.4% 蘋果 值 1204億 你想一下 他2810億 其中1204億 其實是蘋果 的股票 佔比 也在說 是四成 如果是這樣 他的成敗 就受 蘋果股價影響 很大 暫時來說 近幾個月 蘋果股價基本上 去年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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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 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 第三季 第四季 表現得 一般的 還是跌 所以 也是因為 股神的旗艦 市值 增長 又欠逢 然後 第二季 持有313億美金 美國銀行 第三季 持有219億美金 可口可樂 第四季 持有183億 似乎都很著重 金融 即是美國銀行 美國 Express 可口可樂 就是消費 但是 這些公司 似乎完全 已經 沒有了 高增長的階段 金融 銀行方面 金融方面 如果銀行 純粹做回傳統業務 都是比較難做 投資銀行 就好一點 或者信用級業務 美國運動好一點 但是坦白說 我們多數用Visa 和Master AE是使用的比較少 支付寶 網上 開始有網上 甚至國家有出數字貨幣 都是競爭很大的 另一方面 有一隻股票 比較特別 是 持有第 第8 第8大 就是比亞迪 開了58億美金 58億美金 投資者就會問 股神其實你也很多年前 去買比亞迪 你也是看好他的電動車的 為什麼你不買 美國最近的電動車 Tesla 去年升了 不知道多少倍 都計不到 而你去買中國 中國 當年你入府的時候 完全沒有 沒有發展得很好的電動車 當時中國 去買比亞迪 說的是發展電動車 其實是推出一些 車系 不是很受歡迎的 甚至乎 最初的電動車 都覺得續航又短 又死火 又多意外 都是 不是很受投資者歡迎的 但是為什麼你要買呢 而今時今日 比亞迪 開始 推出到 真的推出到電動車 還有電動巴士 甚至乎 現在全部深圳的士都是 已經是電動車 比亞迪 還可以出口去外國 電動巴士 已經發展規模是不錯 所以股價也升了很多 但是另一方面 其實你不是不信科技股 高科技股 其實有 有些公司 其實真的可以立得過 為什麼你的股票 這麼少呢 這個也是一路的 大家是比較 覺得有些問題 當時 初初認識 Bill Gates 他都說 我不會買微軟的股票 因為我看不出 什麼叫互聯網 因為他一向都是很保守的 當時看不出 現在看出了 不要緊 他老人家 怎麼想我們尊重他 我講一講 很多人關心 納子、杜子和恆子的走勢 杜子上個星期 跌了1.8% 收30932 什麼才是 支持呢 10周平均線 28700左右 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如果真的市場再調整的話 跌多 2000點左右 也不奇怪 那 納子上個星期比較差 跌了4.9% 收13192 20周平均線 12600 差 不太多 800點左右 恆子 上個星期跌了1664點 5.4% 收 收 2980 如果是50天 平均線 的話 2586 就是挺好的支持 大家看著這位置 暫時來說 如果有貨的 可以 拿著或者 反彈 適量減磅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是否 這位置 可以 啊 ? 不要 殺